今天我約了一個球員做訪問 但這一刻我被一陣琴聲深深吸引著 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手足並用彈琴墊,踢球游墊 梁卓軒用腦讀書刀墊 會考28分中大工商管理學院畢業 家人想我做一些穩穩定的寫字流工 只是心機放在讀書上 直到大學二年級 我有一個從小到大的球友踢南話預備組 當時南話預備組需要一些青年球員去踢 就選拔 我打算讀大學當作兼職 沒有說就去選,就入了南話預備組 之後他還獲得教練顧錦輝賞識 提拔他在08年尾上甲組跟操 09至10年球季,轉為職業球員 小時候都是踢中前場的位置 不過因為比較磁化育,生了小顆 小小的比較肥,所以就是技術型的球員 就像偶像迪比亞路一樣 喜歡扭,串連對球 但大大下不知為何跑得越來越快 結果就定型了是左右兩邊的翼鋒 中環,這個是中環迪比亞路 原來不是我,中環 兩三歲就愛上足球 但一直沒有參加梯隊式的正統訓練 閃電亮相甲組,亞歇盃 還是東亞運金牌成員之一 今季季中就愛借到天水為飛馬 足球之路當然有得著 我以前想著,我一個人在校隊的時候 我又很扭,我又跑得快 射球又厲害,那已經足夠了 但原來來到這個職甲組之後 才知道你一個人好是沒用的 就是你再好都… 就是人永遠跑得比球快 這張就是我畢業前那一年 FORM SEVEN 最一年的時候 我們拿A級的總冠軍 這個就是我10號隊長 那時最終是10號 這天還有意義的就是我生日 有幾年都沒有拿過 我在畢業前一年以隊長的身份 帶領他們拿回一年就很開心 最搞笑的是第二天又是籃球的決賽 我又做隊長,又拿了冠軍 那年是很圓滿的 在中學的生態